酒駕开车上路自撞分隔岛酿货 花林一名驾驶喝了酒开车 还载着妻子跟另外一个朋友 结果路途当中失控冲向分隔岛 还撞断标志牌立杆 造成车体变形 三个人一度受困车内 轿车高速行驶而来 接着突然失控冲向分隔岛 撞击当下不但分隔岛水泥飞溅 还瞬间撞断标志牌立杆 周遭掀起烟尘 车辆更是旋转一圈半才停下 巨弹声响吓坏当地民众 从外车道前的逆车道 撞那个路牌 之后整个翻覆过来 这一撞车头全毁 车身严重变形 当时车上共三人全一度受困车内 救护人员到场依序先让后座乘客下车 再将副驾驶座乘客给救出 最后轮到驾驶座男子 但救护人员费了好一番功夫 才将他成功拉出送椅 要帮我扶下腰 我们要往那第三个方向 车祸发生在2号下午4点半 但闯获原因又是因为酒驾 31岁黄姓驾驶酒后开车 还载着妻子和朋友 行进台九县新国路与光复路口 却失控冲撞分隔岛 连带撞断标志排力干 经检测后驾驶酒侧值高达零点无误 另外两人也同样超标 接回酒驾酿出事故 事后三人都得负起相关刑事责任 记得陈金叶花里报道